挑战在麻辣水煮肉片里面加100块钱花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兄弟们啊一个星期之前咱们拍的那个螺丝粉里面加100块钱的炸弹那个视频啊 评论里面点赞最高的就这个兄弟啊 水煮肉片里面加100块钱的花椒 说实话如果说加的是100块钱的肉片啊 我个人觉得还好一点啊 至少救救饭还能吃得掉 这100块钱的花椒真的啊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网上那种视频没有啊 就是那个花椒拌着饭一起吃的 当然我们这边的花椒只是用来调味的 如果说专门吃花椒真的吃不下兄弟们啊 不过话一说回来 100块钱的花椒往里面加的话呢 真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确实没见过啊 那既然这个粉丝点赞数呢是最高 那咱们今天这条视频就来完成这个粉丝的心愿 这家店好像可以 上面全是花椒 这个图片感觉还可以啊 那咱们就很简单点一个小份啊 就算了点个大份吧 大份至少肉还多一点 你点小份的话 100块钱的花椒确实着不住兄弟们 一份大份是41块钱啊 就直接点这个小份的吧 然后加到100块 差不多啊 四份小份就是99块5 然后一个大份是41块 接着我们要米饭啊 米饭 香香米饭什么意思 这没米饭的话呢 别说花椒 连肉都吃不了啊 所以必须得点米饭 然后结算的时候 咱们备注一下啊 老板你好 麻烦所有的小份水煮肉片 全部换成花椒 然后加在大份的水煮肉片里面 谢谢啦 我估计老板接了单立马 他就会打电话过来的 好 十伏142块钱啊 来 静静等待一下 这老板一定一定是会打电话过来的 那东西我已经点了啊 希望这1900个兄弟看到的话 能够帮本条视频再点上一个赞啊 如果说各位下期还想看的话呢 本条视频点赞老规矩达到6666 下期视频咱们抽评论里面 点赞最高的那个兄弟 他说买什么 咱们就买什么 所以说想看的兄弟们 记得为我点赞 来 接下来咱们进去等一下啊 我去我刚躺下电话就来了 喂 喂 你好我这边香花干站 你不是点到水煮肉片 因为我们水煮肉片全部都有加花椒 你这写的什么意思啊我没看懂 就是我那个小份的 我不要小份 我只要那一个大份 因为你水煮肉片里面不是要撒花椒出锅嘛 对吧 那你就给我一直加花椒嘛 我不是下了有100块钱那个小份的水煮肉片 你就把那4个小份按照那个钱 你就给我撒多少花椒 撒到那个大份里面 就煮一个大份的水煮肉片 加100块钱的花椒在里面 然后打一个饭 这个意思吗 对 没错 对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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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谢谢啊 从他打电话的时候啊 他理解我意思的那一刻起 我就感觉他心里一定是把我当成冤种了 你知道吗兄弟们 他说的话的时候 都感觉嘴巴里面是面带笑意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说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敬请期待啊 我们的一份大的水煮肉片 我估计啊 可能就是挑起来 肉没见到啊 全是花椒兄弟们 好吧 具体是什么样子啊 咱们待会见 我去 这类东西整整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啊 兄弟们 隔着袋子说实话哈 闻出来都是一股花椒的味道 我真的不敢想象 这一百块钱的花椒加进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兄弟们 来了来了啥也不说了啊 就慢慢揭开哈 这个油是真的油啊 连这个塑料袋全部都是油 就这一份兄弟们啊 花了咱们一百四十二块钱哈 我去 这上面还有个保鲜膜啊 我已经看到它里面全部都是花椒了 兄弟们 来来来来 一百块钱花椒 我看看在哪儿啊兄弟们 我去 我从来没见过水煮肉 里面有这么多花椒的 以前它底下啊 放了一点配菜 但是这底下好像就有一点点豆芽和木耳 配菜感觉都没有多少了啊 这随便一咬 全部都是花椒 你们知道一股冲天的那种味道吧 别说大份的拿我自己的盘装 装了满满的一大盘啊 来咱们赶紧啊 话不多说 干饭啊 别说拿着这个喷嚼装哈 这就感觉跟酒店里炒出来的一样 对吧 但是说实话这里面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地方啊 挑出来全部都是花椒 咱们先来一块纯肉片啊 尝尝味道啊 嗯还行这家老板的手艺还可以 毕竟花椒是咱们花钱买的对吧 所以说咱们来尝一口哈 嗯 你别说 这个花椒它确实 比那个什么大蒜和姜都不一样 其实干花椒还没有青花椒好吃 青花椒的话呢就有那种鲜的感觉 干的话呢一口咬上就有那种成年的那种味道啊 而且最主要是它这个花椒壳啊 很容易吸到你这个口腔里面的任何部分 我不知道有同学们被吸过没有啊 有的话可以公平抠个1 我觉得刚刚那一口啊 直接好像干得我脸都直接红了对吧 来我再来一口啊 这上面全是花椒哈 果辣饭吃说实话真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跟吃蒜吃洋葱吃大葱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 没咬到一下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啊 不能说难受就是不太舒服 尤其就是这个 这个是花椒壳哈 这个东西很容易吸住口腔 来再比如说这一块啊 就跟鸡村虫一样啊 一块肉上这么多花椒 这块还稍微够近一点 你看这个啊 其实说真的这个分量搞起来 我真的觉得不像是水煮肉片啊 我之前买过的水煮肉片 它这个水是比较寡淡的啊 这个水就跟红油一样啊 特别浓 导致这个就跟会菜一样 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到会菜 反正就一大锅很浓稠的感觉啊 没有那种正儿八经那种水煮稀释的那种感觉 不过它这个肉片呢实话实说 味道是真的是可以 这个就是咬到花椒的感觉你知道吧 一口巴吱 那总的来说呢 其实今天咱们加料的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啊 不像之前某位网友留言的什么火鸡面啊 加十包酱的那个 那一次真的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哈 这份稍微个人觉得咬咬牙还是能吃得掉的 不过说真的啊 我这个舌头这一块全部都是麻的啊 所以说这种东西啊 我也觉得不太建议各位这样去尝试啊 各位就当一个那种饭后娱乐 平常的一种小节目看一下就行了 娱乐一下就行 那剩下的话呢我就慢慢吃啊 这晚上我也没吃饭 好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